好的 各位复营团队的伙伴 下午好 好 不要打瞌睡 对 打起精神 因为节制公司它始终 我是觉得它是做的什么 以产品为依托的 所以说产品就是它的基石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 运作节制的时候 最后回到你的团队建设 的时候你要留在你团队里面 最多人是要怎么样 成为节制公司的 忠实爱用者 那怎么样让这些人 成为爱用者呢 你团队的一个深度的 一个产品的培训 或者就是让你所有的会员 掌握好去市场里面 做市场的时候 怎么样去讲解这个产品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我们的走过来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最早拿回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我李老师帮我们加盟进来的时候 王道说这个东西好 他吃了两天吃了两两天吃了四包 中耳员没有了 他回家跟我说的 哎我们两个回成都回中国卖这个白鲁鱼唇 所以我就跟着他当当当当就回去卖这个白鲁鱼唇了 最早的时候我的经历呢 我就是带了两盒白鲁鱼唇 然后呢回到中国 然后把我所有的高中同学请来吃饭 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可以致癌症 可以医高血压高血脂 然后的时候我所有同学的时候 打开编制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说哇卖狗皮高药的从加拿大回来了 然后呢第一个质疑我就说 哇你哎 海伦你是不是在温哥华混不下去了 回来做什么什么销了 所以我当初的时候我带了两盒去 然后呢我十多个 十多个中学同学没有一个加盟的 所以说我们在分享结识的时候 大家一定就是我后来的总结的经验 就说走过去的以后 你最重要的是产品 结识产品不是药 对吧 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我把它说成可以致癌症 可以致高血压 别人就认为我什么非法行医了 然后呢人家觉得我在怎么样 像大街上铺了一个东西 在那卖狗皮高药了 所以没有一个人相信你 而且就因为这样子 到今天我十多个同学 只有两个人相信我 进入节是成为吃腹的 其他都最初的印象就是 我觉得我在卖狗皮高药 觉得我做混不下去了 回来做什么传销什么的 什么销了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去讲透 结识的产品 我们经常去给他讲 这是个大生意的时候 你如果讲这个结识 如何如何大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是很拒绝的 因为中国太多什么 什么圈钱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在结识的这个 我们讲 我们要讲平台 讲商机 在讲商机 讲平台之前 我都会先把产品 给他讲透 那怎么样讲透呢 我不会说白绿如虹可以治什么病 什么AM可以治什么 可以治你的失眠 什么什么的 不会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杰斯平台 它真正的 它的产品的设计理念 它的设计理念 大家知道是什么 有没有能说得出来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 我们是在做两个系统 一个是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一个是我们的交付式网购的 制服系统 那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它里面有三个 生物高科技的技术 第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自我的干细胞的 激活 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平时只写 干细胞的 激活技术 但是其实是自我干细胞的激活技术 第二个技术呢 是我们的DNA 基因的修复技术 第三个是什么 是我们的端力的延长技术 那这三个技术 大家给你 给你朋友分享的时候 它就属于什么 生物高科技 生物高科技 你有没有这么多资金 你有没有这个技术人才 来做这样的生物高科技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我会讲我们公司的 设计原理是这样 那首先我就会讲到 第一个 我们的干细胞 自我干细胞的激活技术 为什么杰斯公司的科学家 会用我们的自体干细胞的激活技术呢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人是怎么来的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受精卵 对不对 不管今天是帅哥还是美女 但是我们来自于受精卵 其实受精卵就是最大的什么 原始干细胞 那么我们大家想一下 我们的这个受精卵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是不是期待血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妈妈的吃的营养 就给这个受精卵供营养了 那么我们医生要求你是吃什么 绝对的纯净的 还要有活性的营养 如果今天你的妈妈如果吃了一点 准妈妈吃了一点化学的东西 或者有毒的东西 这个胎儿会怎么样 可能是畸形 畸形儿 可能这个孩子胎死服踪了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有两个概念 你要给你朋友讲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的源泉 第一个是来自于什么 营养而不是药 不是吃药变来的人 是吃什么 营养来的 所以说生命的源泉 第一个 大家要讲清楚是来自于营养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这个受精卵 你看到没有 就是一块血肉 但是它为什么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通过九个月的分化 有神经的活性的营养 供给它的时候 它就会分化为 这部分长出你的头 这部分长出你的四肢 这部分长出你的五脏六腑 长出我们漂亮的眼睛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受精卵 就经过九个月的分化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科学家发现 都是由这个钙细胞 最大的原始钙细胞来的 那这个钙细胞 为什么会分化为人呢 就是我们钙细胞呢 它在吸收了完美的营养 全方位的营养 之后呢 它会分离出来 278种什么 生长因子 那么这个生长因子就会把我们每一个部分 按照它的指令 去发展为 分立为我们的组织跟器官 所以我们人体有278种组织跟器官 所以首先第一个大家要清楚 我们人是钙细胞来的 那么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身体里面都有钙细胞 所以经常我们割了一个口 我们不管它 它会怎么样 自己愈合 自己把我们的这个血管长到一起 自己把我们的这些皮肤接得天衣无缝 就是由于我们的钙细胞 我们身体的钙细胞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医生 他会自己去修复的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再长大的时候呢 科学家发现 我们人长到18岁的时候 我们的大佬就是一个CPU 它就发一个指令 就让我们的钙细胞开始慢慢的减缓 开始休眠 这个时候钙细胞主要呢 存储在 我们全身都有钙细胞 但是最主要的存在哪里 存在我们的肝脏上面 存在我们的骨髓里面 存在我们的脂肪里面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胖的人通常比瘦的人 要看得年轻 没有那么多皱纹 为什么 因为脂肪里面有最多的什么 脂肪钙细胞 它会去再生修复 我们的皮肤细胞 那么我们的肝脏 大家知不知道 是不是唯一的一个 切除以后可以再生的 器官我们身体 那么我们每天 我们肝脏是拿来干嘛的 排毒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肝脏 这个组织器官没有被损伤呢 因为我们肝脏里面 有大量的钙细胞 钙细胞最主要的 就是万人细胞 它可以生成 可以再生修复 我们所有的组织跟器官 所以它可以自我修复 那么我们小孩子 在中国如果一个得了 白血病的孩子 今天能够围救 他的是什么方法 骨髓钙细胞 移植 他的妈妈爸爸 或者兄弟姐妹 愿意捐出来的 他的骨髓钙细胞或者辞机会的 这些善心人士 愿意去捐他的 比如说我 比如说你 我们健康的人 可以把我们的骨髓钙细胞捐出来 跟他配对成功以后 我们的钙细胞可以直接 输到他小孩子的病体里面 那么彻底的让这个孩子 得到救治 这个就是钙细胞的一个 在我们现在的医学上的应用 这个呢在过去呢 我们是叫做 到现在还在运用的 叫做一体钙细胞的移植素 一体钙细胞就是用别人的 那么这个呢 第一个手术费 六十万到一百万 费用太高 第二个呢 很难有人愿意捐 包括有时候自己的 亲属孩子都愿意捐 第二个呢 还有呢 就算这个孩子得救了 一辈子都要吃什么 抗排值的药 一辈子 基本上一个月 我有我们家族有两个白血病 我的表弟 然后他们现在一辈子都要吃 抗排值的药 一个月大概费用在五千到六千 人民币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一辈子的费用 所以科学家就说 既然我们健康的人的 骨髓干细胞 可以抽出来救这个病毒 那如果今天有些方法 把我们的骨髓干细胞 给他集活了 能不能走到我们的肝脏 走到我们的心脏 走到我们的大脑 走到我们的关节去 做检修工作 可不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所以今天解释公司的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就发现 哇原来在这个自然界 有很多东西 我们吃下去以后 是可以集合我们的 骨髓干细胞的 那么我们能够 集合我们的骨髓干细胞的 是什么 我们的配全精华 白粒乳醇 所以吃下去以后 科学家发现 他可以 集合我们的干细胞 并让我们身体里面 骨髓干细胞的量增加 这就是让我们 这些干细胞可以走出来 自己修复我们自己 如果今天我取自己我自己 是不是我 我第一个来的便宜 第二个没有 没有抗排斥的功效 所以说在解释公司里面 他用了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自我 自体干细胞的激活技术 是我们吃了东西以后 然后 然后激活我们自己的干细胞 让他走出来工作 那我们今天 在这次会议上 你们大家又听到了 我们的Christian 这个科学家 是来自于麦杰尔的 科学家 他研发的Veta Blue 这个Veta Blue就更厉害了 我们白粒乳醇 可以把我们骨髓干细胞 给激活 数量增加 这个Veta Blue吃进去以后 它不光让我们的 我们在我们的骨髓干细胞 增加的同时 它可以让它快速的 释放到我们所有的 组织跟器官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吃 白粒乳醇的时候 把Veta Blue加上去 你的效果会提升 10倍 20倍 甚至100倍 明白 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 能够做这个工作的 就是这个 Beta Glow改 有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就是 把我们的骨髓干细胞 从我们的骨髓里面 快速地转移到 我们的肝脏 转移到我们的心脏 所有的组织 去做修复 再生工作的 所以有科学家 聪目聪明 聪明 对吧 我们的Veta Blue里面的 主要成分 大家这次学了 知道是什么 杀鸡 杀鸡知道 杀鸡是生活在 我们的西藏的 碱性的那些土壤里面 都可以生存的 还有呢 就海藻 我们的绿石藻 大家知道绿石藻里面 蓝绿藻里面 像西藏蓝绿藻里面 最主要的成分 是1986年 我们的英国的 一个研究所发现了 这个成分 叫做什么 小球藻生的名字 CGF 你们自己去查一下 这个东西呢 就是集合我们的 干细胞 去修复我们八大组织的 八大系统的 这个每一个成分 都有它的功效的 那么里面 还有我们的卢绘 修复我们的细胞的 消炎的 所以说整个 习师科学家就发现 在大自然 大自然中间 有很多成分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 去激活我们人体的干细胞 我们人本来 就是来自于干细胞的 那么我们今天 如果今天你看 我们就是从一块血肉 可以长出我们漂亮的眼睛 或者我们的肝脏 我们的五脏六腑 如果今天这些器官 有了问题 是不是应该找到原材料 我们经常在说 人人类是非常聪明的 如果今天这个桌子 是木头做的 那么今天这个桌子 烂了一个洞 你要找到什么东西来修它 木头 如果今天这个墙 是沙江水泥的 如果烂了一个洞 你一定要找到沙江水泥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人 我们人如果今天有问题了 那我们要找到什么 我们的原材料 激活干细胞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云氧素 就是我们的这些云氧素 我们的干细胞 就是我们的修复的 我们的医生 所以这里面是第一个 第二个DNA修复 基因为什么要修复它 我们说王妃漂亮 李亚鹏帅不帅 帅 为什么生脑二的受死兔春 大家想过没有 就是我们的环境 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基因受损了 所以最后的时候 这个基因在父子过程中 会在你的第二代身上 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学家 就发现说 我们今天要做基因去 做基因修复 那我们在做市场的时候 我经常给他们讲 他们就拿出来 我们一拿出来AMPM的时候 就说啊 这个有什么好 早上帮助你睡觉 其实这个你把它缩小了 AMPM今天 它的话 在瓶子上面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一定大家在推广的时候 一定要给大家看到 很重要的两排字 第一排字叫 All Natural Perceptive Free 随天然无添加 这两排字 你们要给你们的新的会员 在分享的时候 要给他们看到 另外一个要给他们看到 是我们的中文的标签 上面清楚的写到什么 DNA修复什么 基因修复早晚 所以这个就跟 这个就是叫差异性了 你在分享市场的时候 这个就是绝对的 差异性决定竞争力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营养术 它已经超越了 已经beyond the nutrition了 为什么呢 中国政府给它的官方的名字 翻译叫做 基因修复早晚 我们中国很多 很多包括卖保险的 送给人家的东西 就是基因检测 还停在基因检测的 这个水平 但是美国的科技 已经可以把基因修复 推广到普通人的手里 这就是不同 所以你在推广市场的时候 讲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讲到点 那么我们回过来就说 为什么要做基因修复 如果今天你的朋友 在中国的时候 他有什么什么这样问题 比如说 我有脂肪肝 我有痛风 那我一定不会说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痛风 这个东西可以治疗你 什么 中度脂肪肝 不要这样讲 你要告诉他 为什么他会痛风 为什么他会 为什么糖尿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就说了 千病万病 只有一个东西病了 什么病了 细胞 细胞病了 对不对 细胞病 细胞为什么会病 细胞会病的话 科学家发现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营养素缺失 当我们营养素缺失的时候 我们自我的修复能力 就停摆了 我们整个 我们的自我的 这个抵御能力 跟修复能力 就停摆了 因为营养专家发现 我们人 我们人体是总共需要 有46种营养素 这46种营养素 有8种氨基酸 18种维生素 20种矿物质 他们如果我们每一天 这些营养素够的时候呢 它自己会形成一个修复链 因为我们人生活在大气中 我们每天复习着 有PM2.5的空气 我们吃的 有添加剂的食物 我们喝着有重金属的水 所以我们每天 其实我们的损伤 是随时在发生的 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随时在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有这些46种 最基础的营养素 它会形成一个修复的链接 它会马上去损肩给它修复好 所以这46种营养素 它是缺一不可的 每天我们都要需要的 而且还要损静的 而且要有够一定量的 那我们每次 我们每天在吃食物的时候 是不是在吸取这些营养素 是不是 我们吃食物的时候 我们会吸取蛋白质 脂类 对不对 矿物质 维生素 水 还有这个我们的膳食纤维 但是我们今天科学家发现 我们的营养素缺失 因为我们现在要吃七个鸡蛋 才相当于40年前 吃一个鸡蛋的营养 我们今天的鸡汤 有没有以前小时候喝的鸡汤的味道 没有对吧 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是 发现 日本的科学家发现 在1953年100克的菠菜 里面所含的维生素 跟我们今天100克的菠菜的 维生素相比 我们已经下降了53%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 吃了一大桌子 三针海味 肚子吃来全部鼓出来了 翘起了 但是我们细胞依然 缺炎 缺乏营养 所以缺乏营养的时候 你就缺乏了顺 修复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细胞 同时我们今天吃了一桌子饭的话 我们的鸡鸭鱼肉 有没有打针 鸡要打针 猪要打针 牛要打针 鱼也要撒抗生素 所以我们吃了很多 有毒的东西进去 那么人体本身自己有排毒功能 可是今天这些毒素 已经远远超越了 我们的自我的排毒功能 所以说两个方面 细胞汇病就两个原因 第一营养缺食 第二毒素太多 那么这两个原因就造成我们细胞损伤 我们细胞损伤的 它是有过程的 不是一来就把你的基因链给你打断了 第一个损伤 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的损伤是在我们的细胞膜受损 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叫什么 百分之七十五的人 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范畴 叫亚健康人群 细胞膜受损的时候 你表现出来是没精神 你可能小三高 你可能看着三十海为吃不下去 坐在金马桶上面 解不出大便 望着天花板树羊睡不着觉 这一切就是我们都是亚健康 如果这些毒素 继续积累在你的身体里面 过了四十岁以后 它不停的冲击我们的基因链 如果我们基因链断掉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细胞是一分为二的 如果它不停的复制错误的信息 那么如果这些有问题的细胞 在你的胰线上面 如果你的β细胞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去分泌足够的胰岛数 那么这个时候你未来发生的 你的糖尿病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器官的我们每一个人 每个家族呢 都有一个隐形的带病的基因 我们每个人发病最早发病的 就在你们家族最弱的那个隐形遗传基因上面 所以有的人是发生在可能肺上 有的人发生在肝上 有的人发生在其他方面 或者小三高心脏上面 血液上面 所以就说这种冲击 这种毒素对我们人体的冲击 是发生在你家族最薄弱的那一个基因上面 所以科学家就发现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毒素太多 毒素太多其实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说的什么火跟毒 那么西方的医学叫什么 自由基 毒素太多就是西方我们医学说的自由基 自由基就包括我们 我们今天的什么辐射 我们的紫外线我们的PM2.5 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食品的添加 各自方面的都会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自由基 那么科学家就发现说 如果细胞会病的原因 其实就两个 第一个营养素缺失 那我们就要给我们身体补充最完善的全方位的营养 怎么补 所以结识里面科学家就放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什么配权精华 配权精华里面有多少种不同颜色的高高氧化的水果 七种 对吧 第二个呢 要补充纯净的全方位的有活性的营养 所以AMPM 我们每天吃AMPM就是在给我们补充我们的全方位的营养 因为我们今天的膳食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细胞正常运作的 正常运作的这个功效了 所以我们补充这个AMPM里面 我们的颗粒里面有七十多种营养素 我们的粉剂里面有九十九种营养素 而且它用了什么小分子技术 快速的吸收 解决了生物利用度叫吸收力的问题 快速吸收 所以就是科学家是非常聪明的 那么这两个东西就解决了我们的营养缺失 那么如果毒素超标怎么办 那么21世纪最强的能够综合自由基的是什么 白粒乳醇 所以我们喝配权精华 配权精华呢 它里面配权精华里面它除了有白粒乳醇之外 它还有七种全球公认的最高抗氧化剂的水果 那么它令到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加成了 而且白粒乳醇呢 比葡萄籽还有多一个功效 就是抗衰老 因为它可以激活我们的什么 31号基因长寿基因 所以这个长寿基因一激活以后 让我们可以迅速的重返年轻 多活15到20年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讲的时候 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先问他有什么问题 问了以后我就告诉他 你为什么会生病 你知道吗 压力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 那压力会产生什么 那么会把你细胞造成什么样 那么结识的这个东西是为什么 那么你在这样一讲完以后 他听上觉得很对 那么基因受损怎么办 基因受损怎么办 中国是没有办法的 那你就告诉他 你看AMPM瓶子上明确的中国政府给他的标志标记是什么 基因修复早晚 所以这款产品是帮助你去通用允养医病的方法去修复你的基因链的损伤的 所以你早上吃两颗 晚上吃两颗就很快的达到了这个修复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是从原理上面来回到产品 那这样的话切入的时候 他很幸福你 你讲的很有道理 那你告诉他 你跟我细胞的修复需要三到六个月 那你可以选择三个月的量 也可以选择六个月的量 那这样进去的时候 那他就很容易接受 那菲勒的话 我会在分享结识产品的时候 菲勒我会讲的比较透 因为呢 当你把菲勒讲的比较透彻的时候 你会用那一篇 我们都有一张子嘛 一篇图嘛 讲这个 你的受精卵分离出来的时候 这个端粒是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讲 端粒 我们延长端粒的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在座的说得出来 对 那么他刚刚讲的 小李讲的就是延长寿命 这是个大的框框 真正就说 我们今天吃这个菲勒体下去 激活我们的端粒酶 然后呢 最重要延长我们的端粒的目的是 让我们细胞 我们有新的细胞分离出来 我们的新的细胞分离出来 它才可以去代替 修复代替那些受损的 器官里面受损的 受损的细胞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叫做什么 软性直换 如果在传统医学来说 今天我肝脏有问题了 硬化了 传统医学干嘛 叫你什么 切除 切掉 这个叫硬性直换 但是菲勒这个产品 最重要的是 让你进行一个软性直换 就是慢慢的让你的细胞 更新 更新换代 所以说菲勒在我们所有的 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让他去 如果这个人真的发现了 器官功能失调 我们叫器官功能失调 我们所有的这些 得的这些病 现在的病啊 都是叫做器官功能失调 慢性性退化性疾病 慢性退化 慢性性退化性疾病 就是你的细胞的功能失调 那这个功能失调 你最重要的 就是要去把它这个受损的 丧失功能的这个细胞 给它慢慢的干嘛 取代掉 代替掉 所以菲勒延长端利 我们吃菲勒的 菲勒青春娇狼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你的身体里面 产生更多的新的 有活力的健康的细胞 让它能够去代替你那些受损的细胞 最后你这个器官 由于细胞都健康了 器官是不是健康了 那么它就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为什么 其实很多人说 吃了 我为什么这么好效果 我为什么 我以前是痛风病人 我的瓢灵指数 七百 那以前我是 在李英老师见到我的时候 我的脸蜡黄 然后很 很黄 而且呢 这个暗灰色 而且呢 我在床上躺到 六个月不能下地 不能走路的 那么我就一直坚持吃菲勒 菲勒我当初的时候 在吃的时候 起码我吃了一年六颗六颗 量很大的 去吃 因为我当初听了科学家 讲这个 我就专门在 泰国的时候 我问了那个 那个时候还不是 那个时候 那个另外一家公司的 一个科学家来讲的 这个就是卖给我们 杰斯公司的 他在讲这个菲勒 我就问他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原理 他跟我讲了以后 我就大量开始吃 我每天吃六颗六颗 那么我吃到八个月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去吃那些海鲜 喝啤酒 我第二天腿不痛了 但是我就还是一直坚持 还在吃菲勒 但是我还是有点怀疑嘛 那我今年三月在四川医学院 做了一个全身 全身的体检 最后我的 瓢灵指数 两百 七十八 完全正常范围 所以我今天再次海鲜 今天我又吃大块排牛排 我喝啤酒 我第二天再也不痛 我一样可以走路 穿高跟鞋了 所以说这个 真的我就发现 杰斯的产品 它是真的是 从根源 从细胞的根源 去做了这个 置换了 把我的这个 我整个的这个 内分泌的系统 给它置换了 我让它正确的工作 然后能够 让我的内分泌 所有的分泌达到正常 要不要我的瓢灵指数太高 所以我的尿酸就会堆积 那么我的关节就会肿 我最后就是下不了路 最后很多人都是 不能走路 不能动 很可怜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杰斯里面 那么 那么它的原理 就用了 这个 这些原理 是 第一个用了我们的 自体肝 自我肝细胞的激活技术 第二用了我们的 DNA的修复技术 第三就用了我们的 端粒的延长技术 那么要做到这个技术 其实杰斯最重要的是 掌握了一个什么 叫做小分子 维之狼的纳米技术 这个技术呢 你们要知道 它把我们的有效成分 全部包裹在一个 你看不见的胶囊 这个胶囊小于我们的细胞 400到600分之一 所有的有效成分 都包裹在这个 维之狼里面 这个维之狼 就是一个生物高科技 中国现在我可以做到的 他们叫破鼻破鼻 只能做到50分之一 这就是差距 我们杰斯公司的产品 可以直接进到细胞核里面 现在市面上的new skin 也只能最多进到细胞质 细胞质做的工作是RNA 但是真正我们人类疾病的原因 我们损伤的原因 我们后代健不健康的原因 在哪里DNA 所以今天解释是超越的 是跟其他平台不一样的产品 所以它才可以创造如此辉煌的业绩 因为最后走到最后 留存你的 你需要的 就是你终端的客服群 你终端的客服群 会一直走下去的 就是它的产品 有效可以说话 所以我的见证可以说话的时候 我就可以影响到很多人 那么我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这个就是杰斯的产品 它的基本上是 大概是这么多 在讲的时候 你们在讲白粒如醇的时候 我觉得公司今天已经更正了 就是我们在12月 12月杰斯大学 我们叫配权精华 我们不能再把它说成白粒如醇 我们叫配权精华 因为我们跟其他公司不同的 第一个我们里面 我们是复方加成的 我们里面白粒如醇是放在中间的 我们这七种高抗氧化的水果 是在旁边用了一个技术 叫Bundle技术 这个技术能够令到 我们的抗氧化能力加成 我们一包白粒如醇只有30个ml 但是它的白粒如醇的 这个功效的含量 达到了186毫克 这是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 我们做的是什么 浮方 还有呢 我们有这个悬浮凝胶技术 悬浮凝胶技术就是说 你含在口腔里面 30秒钟就净血液 净细胞了 然后呢 来得快 而且吸收率达到95% 如果今天你做成药片 药丸 药丸 药片只吸收10% 药丸20% 所以呢 你的吸收率不够 就是我们 如果专业人士来讲 就是生物利用度达不到 你虽然吃了很多好东西 你吸收不了 所以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去讲的时候 你一定要讲出来这个 还有呢 我们的独立包装 我们一点不浪费 对吧 很多公司是瓶装的 难道我还要背一个 那个背一个冰箱吗 对 所以这个是独立包装 还有一个口感特好 是不是很好 那么口感好的时候 小孩子就会喜欢喝 所以说 麦当劳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每一个麦当劳的分店 这是我儿子跟我说的 都建在学校的旁边 我儿子告诉我说 只要你做一个孩子的生意 你爸爸妈妈一家人都会去吃 就把一家人的生意都做了 当我把孩子的 这个口感抓住的时候 我儿子每次喝完说 妈 那个小 白小小纸袋没了 你买一点 妈妈买不买 一定买 所以说口感特好 所以说 以前我儿子也吃 另外U公司的维生素 儿童的 他都给我丢在马桶里面 冲走了 因为太难吃了 所以说口感 所以这些这一切 我们杰斯公司呢 专门有个工程师团队 来研发我们的口感的 所有的口感都让小朋友喜欢 小朋友喜欢的东西 这个市场占有率 才会很快很大 所以小孩子喜欢喝的 我都会去吃一下 很好 是不是 就这样的 基本上我就大概讲这么多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有什么问题 就关于那个产品的问题 我们现在开放十分钟 那个让那个 海伦老师 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不好 福尔 福尔就是因为它采摘的时间 就一样 小分子技术 对 小分子技术 是以哪一个标准 细胞五十分之一 还是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 它小于细胞的 四百到六百分之一 但是我们的细胞的大小 是我们的头发丝 横切面的千分之一的大小 是我们的细胞大小 你们想象一下 这一个 对 这有多大 对 细胞的大小 是要在 显微镜下 在看得到的 那就要高倍显微镜 那我们的细胞大小 是我们头发丝扯下来 横切面的千分之一的大小 但是今天 结识公司的这个 这个 维之狼技术呢 它会做到 小于我们细胞的 四百到六百分之一 所以这个技术是 到目前为止来说 是在制药工业里面 最高的技术 制药工业不停的 从药片到胶囊 然后到 到针剂 到我们注射 就是为了 吸收率的问题 好 这个解决了吸收率 为什么要用这个 小分子悬浮凝胶技术呢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白地图属是什么 我们说了是什么 是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 如果走胃 胃酸会把它破坏掉 结果你吃了半天 没有效果 所以说它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做成 这个悬浮凝胶 为什么这个 这个白地图属是 1953年都已经发现了 到今天才开始 大面积的推广 为什么 就是因为 益子科学家 没找到一个方法 能够解决 它的吸收率的问题 所以它的生物利用度太低 就是一进到我们的 我们的胃里面 胃酸就把它破坏了 所以没有被我们人体 所吸收 所以到今天 他们再解决 那这个这个我这个就是 悬浮凝胶技术 还有这个小分子技术的话 就是都用在我们的 所有的产品里面 包括我们的 副副皮 包括 我们一擦上去以后 它是内里面是清油的 外面是清水的 所以我们擦到脸上 我们的副副皮 一擦上去 就开了一个水通道 就进入我们的 所有的我们的真皮层了 我们一吃到里面 通过我们的黏膜 口腔黏膜 肠黏膜 胃黏膜 就已经进入血液 进入细胞了 所以它是外面 里面是清油的 所以它保证 这些有效成分 活性成分 给空气隔绝 这就是它为什么 不加防腐剂的原因 如果真正是 我们新鲜的东西 是损植物的东西 我们最多摆两个星期 我们一定要加防腐剂的 但是为什么它不加呢 因为它是放在中间 中间是清油的 清油的这一个设计呢 它可以在常温下保持两年 所以你们有没有去发现 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是保存期两年 外面是清水的 清水的为什么呢 水溶性 它在脸上吃下去 很快 水通道开了 就渗透进去了 我们的吸收 在人体细胞的吸收 都是靠液叉 压进去的 所以它是 外面是清水的 里面是清油的 这个技术 我们以前 我做医美 我最好的瑞士 给我提供的小分子技术 也最多做到一百分之一 小于细胞的一百 两百分之一 就超级昂贵了 你明白 这个每增加一点 那个科技跟资金 你是做不到的 它也要很多很高的 很大量的资金 而且呢 要非常高的科技 所以杰斯老板 为什么我非常佩服他 犹太人的眼光 他会每个东西 他都是独家经营 拥有 而且呢 最先进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平台 由于他强大 未来他会整合到更多的 生物高科技 来到这个平台 今天杰斯公司 根本不用去 不用去找产品 甚至于科学家 等着想上他的平台 就像我们车的Vita Blue 这个科学家 他是非常想上 我们杰斯平台 最后终于 我们杰斯公司的 所有的老板 跟去研发 去研究以后 觉得他的产品 可以做到我们的 我们现在这个Planetform 就是我们的平台的要求 然后才上的 不是你想上就上的 因为我们的通路 已经打通了 所以科学家 你看这个科学家 他研发了 至少15到20年 那么他以前的话 可能最多就是在 可能一个小地方卖 他的产品 但是由于他上了 杰斯平台 一晚上他的产品 就这样让全球100 至少140多个国家的 所有的国民 都可以知道 并且享用 所以他的科研成果 可以得到认可 可以得到推广 所以科技才可以变成生产力 我们经常说 在中国 图幽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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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 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去找一个厂来生产 然后再反卖到中国 因为有一个公司已经把他害了 跟他们合作不好 最后他没办法 你说就叫图悠悠跟杰斯公司联系 希望他能够上这个平台 看杰斯公司喜不喜欢他的产品 不是因为你得了诺贝尔奖 就能上这个平台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成为杰斯这个家庭的一员 首先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 我们未来永远可以用到 最顶级的生物高科技的产品 这是我觉得我们第一个 我们而且还可以用平民化的价钱 包括我们的菲勒 我们老板是花了两亿美金 买断了2009年 洛本得奖的三位科学家的专利 然后把他以前一个月 我以前有卖过他八千块美金一个月 真的是明星正要才可以吃得起的 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平台上才多少钱 190块美金 所以这个平台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未来我们永远在这个平台上 可以用平民化的价钱 买到最顶级的生物高科技 而且是最有效的 所以科学家他是不会做生意的 他没有办法去推广他的产品 所以图优又20多年前就研发了清澳素 到今天都没有推广 你们知道吗 没有一个人知道 包括我也不知道 他得了诺贝奖 我才知道有一个清澳素 可是20多年前他就已经研发了 所以杰斯老板 我们是不是要赶了 Randy Grand Wendy 真的创立这个平台 让我们可以用到最顶级的产品 然后呢 作为我们来经营的时候 我们有顶级的产品 我们才有绝对什么 竞争力 绝对竞争力 所以后面的课文就留给李莹老师来讲 好 好